原来CP感是不能强求的 三部剧拍戏花絮曝光 同样是拍亲密戏 没想到差距竟然这么大 一 磁藏浪漫大结局 魏哲明求婚热吻张嘉宁 两人拍婚纱照 他霸气公主抱男友力爆棚 陆剧演员魏哲明 张嘉宁主演的爱情剧 磁藏浪漫话题度十足 虽然热度不敌同档期张婉逸 王楚然的古装新剧柳州记 但魏哲明 张嘉宁演技到位 CP感又强烈 博出至今可说好评不断 近日私藏浪漫引来大结局 魏哲明在最后一集跟张嘉宁约会 早在约会前 他就安排好一路充满两人的交往回忆 观众跟住两人脚步重温酸甜苦辣的恋爱过往 在他为他戴上头杀的瞬间 跟住张嘉宁一起感动滩泪 两人在教堂内热吻 画面填出之 而两人一起拍婚纱照的桥段 也CP感满意 他男友力爆棚对他浪漫公主抱 快乐结局或全王好评 《思藏浪漫》改编自作家亲暗所写的小说 《办公室引婚》 故事线有别以往线偶录剧的顺序 是闲婚后爱的故事发展 故事描述张嘉宁饰演的图晓宁 与威哲明饰演的纪玉衡 曾是高中同学 两人久别重逢 却意外闪婚 变成人前同事 然后夫妻的双重生活 两人一起陪伴彼此 可服生活上的难关 也走进对方心中最重要的位置 《思藏浪漫》最后一集 相较两人播出前几集闪婚的一切从简 对比当时只有领证的大红婚账 大结局纪玉衡给了图晓宁一个慎重求婚 一路上所有细节都是两人郭王的点滴 最后在礼堂中 他为他亲自戴上头杀 两人甜蜜热吻 浪漫结尾填翻全网 魏哲明在《思藏浪漫》最后一集 将纪玉衡的深情及细腻演绎的相当好 尤其他求婚时的热烈眼神 让人非常动容 他为张嘉宁戴上头杀的瞬间 旁扶看住西式珍宝的深情眼神 让整段求婚戏份多了几分浪漫及甜蜜 张嘉宁也将图晓宁以为是婚后某次约会 但其实是爱人特地为自己准备的甜蜜求婚 他推开礼堂大门的期待眼神 再到他为他戴头杀的柔情撕水眼神 张嘉宁用眼神根细为表情 将角色的灵动与可爱鲜活演出 最后两人投入浪漫一吻 更让CP感狂飙 除此之外 魏哲明、张嘉宁也在私藏浪漫完结篇 补拍闪婚没有的婚纱照 有别于两人先前闪婚的简单证件照 这次他穿上正式西装 他则身穿浪漫为美白纱 两人幸福拍婚纱 不止握手、摸脸、互动相当甜蜜 他还在其中几张照片拍摄时霸气对他公主抱 他的动作看起来相当轻松 获赞男友力爆棚 二、柳州记张婉毅 王楚然演假面夫妻收拾夺冠 两人抱不合拍婚戏超尴尬内幕曝光 张婉毅去年与杨子打档演出古装剧《长相思》爆红 他与王楚然在新剧柳州记上演假面夫妻 两人爱恨交织 CP感爆棚 近来剧情进展到高潮 原本失忆的柳眠堂 王楚然是已经恢复记忆 他一边恨催行周张婉毅是骗自己 一边又情不自禁爱上对方 其中两人有一场吻戏 柳眠堂还咬住崔行周的下唇 情欲指数爆表 但传出骑士两人拍戏时私下不合 又如陌生人 台湾戏也相当尴尬 张婉毅去年拍摄柳州记时 郑巧是《长相思》第一季热播期间 原本默默无名的张婉毅瞬间爆红 直接月声流量小声 外界也非常关注他的动向 当他进组拍摄柳州记 郑巧王楚然与杨阳主演《我的人间烟火》播出 两人不仅假戏真作 王楚然耍大拍传闻不断 所以不少《长相思》粉丝非常抵制王楚然 并希望他主动辞验 闹得沸沸扬扬 柳州记剧组在拍摄期间非常低调 许多待拍也守候在片场 发现张婉毅与王楚然互动冷淡 网友推测张婉毅怕惹怒《长相思》粉丝 也考量到王楚然与杨阳的绯闻 因此不敢与王楚然过于亲热 而王楚然开拍前原本看不上张婉毅的咖位 没想到他凭借《长相思》爆红 自己又陷入与杨阳之间爱情纠葛 也拉不下脸与张婉毅示好 于是双方互动极为尴尬 剧组释出多段花絮 不少网友也发现两人私下并不熟练 值得一提的是 《柳州记剧》中 有一场柳棉堂主动捧住崔行舟的脸颊 两人在大街上拥吻 最后柳棉堂还咬了崔行舟的下唇 包含住惩罚以及心动的意味 而拍摄这场戏前 王楚然极为害羞 频频把头撇开 张婉毅则在他耳边说 就是牙齿纠缠的那场戏 两人顺利拍摄完后 张婉毅站在原地 露出尴尬笑容 网友也亏说 两人不愧是专业演员 上戏的时候 氛围感满满 下戏根本就是陌生人 有网友发现张婉毅 王楚然拍摄这场戏时 张婉毅的肢体其实非常僵硬 当王楚然吻上他时 张婉毅虽然搂住王楚然 但仅仅是把手放在他的背部 腰部上 完全没有面对爱人的激情 另外也有人爆料指出 《柳州记》的花絮大多是后期拍摄的 因为前期王楚然黑料太多 风平差 只要一喊卡 助理就会赶快围到张婉毅身边 但拍到后期 王楚然与杨阳传出分手 双方的互动才变多 三 一念观山 刘玉宁新剧 《早里一同》强吻花絮曝光 开拍前 他自动赌气嘴唇 笑翻全网 陆剧女星 李一同 因演出苍蓝绝 狂飙爆红 他手握带播新剧 包含他与诚意二度搭档的英雄制 《胡摇小红娘王全篇》 一集他与莲花楼增顺兮 长相思 等为合眼的古装新剧云秀行 事业畅旺 李一同 与一念观山 刘玉宁如今正在拍古装新剧书卷一梦 日前刘玉宁跳水 就落水的李一同的画面曝光 两人上岸后 同框的花絮也曝光 只见李一同 勾起刘玉宁的手指撒娇 并挑逗强吻 刘玉宁剧中第一时间 被吓到推开李一同 但戏外他却被抓包在开拍前 最纯早就情不自禁地 读起来待命 笑翻网友 随后 刘玉宁与李一同 还同练机问近30秒 亲到难分难舍 过程中 李一同还帮刘玉宁 将散落的发丝勾到耳后 看得网友直喊苏麻 李一同在书卷一梦剧中 狼狈落水 被刘玉宁英雄救美包上岸 上岸后 刘玉宁随即为李一同 披上自己的雕毛大衣保暖 最后 海温柔地帮女方整理起刘海发丝 二举动被赞男友力爆棚 日前两人上岸后的最新铜矿花絮曝光 只见李一同 刘玉宁双双石城落汤机 李一同先主动勾起刘玉宁的手指撒娇 刘玉宁疑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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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皇子的身份 不习惯被仆人围观 他跟李一同亲热而感到害羞 因此甩掉李一同的手 但李一同不放弃 夏鸟直接强吻挑逗刘玉宁 刘玉宁虽再次把女方推开 他却被网友抓包 当李一同的脸凑近的那一刻 开心之前 他嘴唇早已反射性的撅起 对女方爱意完全藏不住 笑翻网友 不过刘玉宁随后一丝想通 突然不顾旁人眼光大步走到李一同面前 霸气捧起对方的脸积吻 两人闭眼缠绵长达近30秒 难分难舍 过程中刘玉宁越亲越起劲 手从捧住李一同的脸 逐渐移动成捧住对方后脑勺 李一同则贴心帮刘玉宁 将散落的发丝勾到耳后 爱意喷发 画面酥麻 就在此时 李一同却又像是被逼迫般推开刘玉宁 两人甜度层层递近 却又拉扯与转折不断的感情戏 让网友看得一游未尽